7月10日,素有香港电影《四大恶人之称》的资深男演员李兆基 于上个月初因肝癌病逝,终年69岁 并于今天上午10时在香港钻石山殡仪馆出兵 遗体用白色棺木封装送火化场火化 一双鸡嫂深情悲伤 碰着鸡哥的遗照,随同送别丈夫最后一程 据李兆基多年好友陈胜之透露 今次找来三个牧师,二十个师班来送别 这些人全是戒了毒的人,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正式送别李兆基 而前一日摄灵时,著名导演杜琪峰、刘卫强、罗嘉英、徐锦江等电影人均前来送别 古天乐虽然没有到场,但是也有派驻售前来 并经常致电关心,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心 而刘德华、刘青云夫妇、吴梦达等好友都有送上花牌 最后,陈胜之代表李兆基家人 向各位有心人士道谢 也借由李兆基的经历,呼吁大家要远离毒品,珍惜生命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